上面拉很長 口號開始偏扁 待會這邊又會被遮住 寫這個時候,下面是比較寬的 除了比較寬以外,它的密度是很密的 看起來密度很密 上來以後,直接上去右邊 到這邊來 這邊密度很密,這邊拉得很長 是 狼 他習慣這樣寫 本來應該一個點而已 不過他習慣這樣 其實很多人都這樣寫 這不是特例 上大,下寬 但是寫的略小 狼 上面很長 撇馬上 往左方甩出 然後拉得比較長 都重按 馬上外過去 逆回來 瘦瘦的 抬上來 撇 稀稀尖尖的 這裡比較重 輕重做得非常明顯 右下腳比較大 頂回去 有點膨脹後再收縮 來 出到喜 這是行書的寫法 這些要熟悉呀 很多人都這麼寫 撇短,點啊,長啊 符,那個符點好小喔,點到快看不到 上次那個符也很小 會不會只有符的點寫這麼小呢 這可以研究一下 不過好像也不太重要 不要花時間研究這種無聊的東西 也許它就是剛好而已 喔